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法律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 OpenAI如何关闭来自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影响力网络 以及全球社会如何应对数字世界中的安全挑战 在这个科技时代,OpenAI成了超级英雄 他们利用AI技术阻止了这些网络的操作 然而,OpenAI也提醒我们 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些影响力网络可能随时BOSS发 所以,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并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数字幽灵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科技时代 OpenAI成了全球间谍大战中的超级英雄 像是数位版的007 最近,这家初创公司关闭了好几个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和以色列的影响力网络 这些网络试图使用ChatGPT等人工智慧工具来操纵公众舆论和政治结果 这些国家在进行数位争夺时 简直像在玩一场高级版的捉迷藏 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 并偷偷摸摸地改变人们的想法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OpenAI在一份报告中详述了这些影响力网络 是如何利用AI来生成比人类更大的文本和图像 并且错误更少 乍一听,这简直像是AI的噩梦来临 但实际上效果显得有些激乐 OpenAI表示 尽管这些技术本应让影响力网络如虎添翼 但最终并没有显著增加他们的覆盖面 这就像给一个不会跳舞的人穿上最华丽的舞鞋 结果只是在舞池中更显笨拙罢了 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 OpenAI情报和调查团队的首席研究员Ben Nimmo表示 过去一年半来 大家都在猜测生成是人工智慧 会如何被利用来搞各种影响行动 现在我们有了这份报告 总算可以填补一些空白了 他用一种无奈又坚定的语气 展示了OpenAI的决心 仿佛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对抗这些数字幽灵了 这些隐蔽的影响力行动 旨在操纵公众舆论 或者影响政治结果 但从不透露背后真实的行为者或意图 Nemmo解释说 这些组织与虚假信息网络不同 因为他们经常以欺骗性的方式传播真实资讯 这听起来像是某种高级的现代骗术 让人防不胜防 这些网络并不陌生于社交媒体平台 但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的加入 让他们的操作变得更加复杂 OpenAI发现 这些影响力网络 不仅使用AI生成图像和文本 还用它们来创建社交媒体简介 甚至用来总结文章或调试机器人代码 这些操作让人不禁感觉 他们是在办一场数字版的魔术表演 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 是轻额的Doppelganger网络 这个网络使用AI来调试 可以在Telegram上自动发帖的代码 生成俄语和英语的无聊评论 比如说有个账户就发表了这么一条 我厌倦了这些脑损伤的傻瓜 在美国人受苦时玩游戏 这些评论看似真实 但语气和内容却让人忍不住想笑 就像是有人试图用机器人 来模仿人类的烦恼 结果却成了笑话 OpenAI还发现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小组 称之为Bad Grammar 这个组织是用OpenAI的模型 来生成各种垃圾内容 然后用数十个账户在Telegram上 回复自己的帖子 这些账户有时甚至会大意地 留下AI常见的错误信息 比如作为AI语言模型 我在这里提供说明 这让人不禁觉得 这些机器人有点傻气 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但即使这些影响力网络的操作 显得有点笨拙 NEMO还是提醒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他说历史证明 如果没有人寻找他们 那些未能取得进展的影响力行动 可能会突然爆发 言下之意就是 即使现在这些行动效果有限 也不能掉以轻心 毕竟数字战场上的敌人 时刻在进化 NEMO也承认 可能还有一些团体 正在使用OpenAI 尚未发现的人工智慧工具 他坦言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行动 但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寻找他们 包括我们的团队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 电影中的特工 虽然不知道敌人在何处 但总是随时准备着 除了OpenAI,Meta Platforms Inc.等其他科技巨头 也在进行类似的影响力运营披露 这种形式的数字打击 已经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新常态 OpenAI表示 他正在与行业同行共享威胁指标 并计划在未来分享更多报告 这种合作 让人联想到超级英雄们的联盟 共同对抗数字世界中的大反派 总的来说 OpenAI的这场数字战役 显示出人工智慧在影响力行动中的作用 日益重要 虽然这些影响力网络目前还显得有些笨拙 但未来的挑战才刚开始 就像电影里的英雄们一样 我们需要时刻警惕 随时准备迎接下一场战斗 毕竟 在这个数字时代 谁也不知道未来的敌人会从哪里冒出来 人工智能与僵尸网络 两场全球大戏的交锋 新加坡 这个因其干净街道和严格法律而闻名的城市国家 最近成为两场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戏的舞台 你或许以为这些事件发生在平行宇宙 但事实上 他们都在这个小小的亚洲国度上演了 就在上周 新加坡的亚洲科技会展 SG 变成了一场脑力激荡的盛会 OpenAI首席科技官穆拉蒂 通过视频对话 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他认为 如果各大人工智能企业 能够围绕安全性进行竞争 而不是走捷径 那么这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件好事 让我们来一场安全奥运吧 穆拉蒂开玩笑地说 穆拉蒂的言论引发了热议 现场参加者和全球各地的科技迷们 都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他们的看法 ATX Summit的主办方 甚至设了一个特别的讨论环节 专门针对AI安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这些探讨涵盖了从技术层面的防范措施 到政策框架的建立 甚至还有未来可能需要的国际合作 与此同时 在全球另一个角落 美国联邦调查局 正忙着击落一支庞大的僵尸计算机大军 这些僵尸计算机 就像是数码世界中的幽灵 无时无刻 不再进行着金融欺诈 身份盗窃 和访问儿童剥削材料等邪恶活动 正如彭博社报道的那样 这个网络遍布于190多个国家 有1900万台受感染的计算机组成 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是全球范围内的一次大规模执法行动 代号隧道老鼠行动的这次行动 不仅查获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资产 还逮捕了数名涉案人员 其中包括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公民王云 话说回来 新加坡这座城市 在这场全球大戏中 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王某在5月底于新加坡被捕 罪名是涉嫌部署恶意软体 并创建和运营名为911S5的住宅代理服务 新加坡当局证实了这次逮捕 这是根据美国的引渡要求进行的 他们表示 自2022年8月以来 一直在与美国执法部门合作 据美国司法部透露 这个庞大的僵尸网络始于2014年 依赖于数百万台受感染的住宅 Windows计算机 王某通过向网络犯罪分子提供 对这些受感染IP地址的访问权限 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费用 这两场大戏 无一揭示了一个高科技世界的双面性 一方面 AI企业如OpenAI和Anthropic 正努力将人工智能推向新的高峰 并且希望通过更安全的技术 为社会带来福祉 另一方面 网络犯罪分子却在利用技术漏洞 进行各种非法活动 给全球社会带来巨大损失 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部门 副主理主任布雷特·莱斯曼表示 美国现在正在等待引渡王某 我们想要他 你知道 尽快 莱斯曼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他还补充说 FBI和国际合作伙伴 在新加坡和泰国执行了多项搜查令和面谈 这可能导致更多的逮捕 回到新加坡的ATX Summit 穆拉蒂的言论和这些全球性事件 让与会者开始思考 我们是否在技术进步的同时 也在忽略其可能带来的风险 另一位参加者 Anthropic的高管 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他认为 AI技术的发展需要一个平衡点 既要追求创新 也要防范可能的风险 这种思考并非 起人忧天 事实上 全球各地的监管机构 正在逐步加强对 AI和网络安全的监管 新加坡作为亚洲的科技中心 也在这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 新加坡政府正在研究 如何通过法律和政策框架 来确保技术发展的同时 也能够保护公众利益 总的来说 新加坡最近的这两场大戏 让我们看到了高科技世界的两面 无论是AI安全 还是网络犯罪 这些问题都需要全球合作 和共同努力来解决 正如穆拉蒂所说 让我们来一场安全奥运吧 这不仅仅是AI企业之间的竞争 更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挑战 尽管面临着种种挑战 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通过技术创新和全球合作 我们终将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未来 那么让我们带着希望和勇气 迎接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新时代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OpenAI使用其工具关闭俄罗斯 中国的影响力网络 哇 OpenAI这次真的是大显神威啊 这家人工智慧初创公司表示 他们在过去三个月内 已经成功拆掉了五项秘密影响行动 这些网络来自俄罗斯 中国 伊朗和以色列 利用ChatGPT等AI产品 企图操纵公众舆论或影响政治结果 这些网络可是相当狡猾 试图用AI生成的文本和图像来欺骗大众 让人们误以为这些内容是人类编写的 不过 OpenAI也表示 这些活动并没有大幅提高其影响力 这让人不仅松了一口气 OpenAI的研究员Ben Nimmo指出 这些影响力行动试图隐藏其真实身份和意图 以欺骗的方式操纵公众舆论 这些行动与虚假信息网络有所不同 因为他们常常使用事实正确的信息 来达到其目的 这些网络开始利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 如OpenAI的产品 来生成图像、文本 甚至社交媒体简介 以提高其操作效率 这种新形式的影响力行 动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OpenAI报告了具体的影响力网络 包括俄罗斯的Doppelganger 中国的Spamoflage 以及伊朗的国际虚拟媒体联盟IUVM 还有一个新的俄罗斯小组Bad Grammar 这个名字听起来真是够讽刺的 他们本来是想利用AI模型和Telegram 建立一个垃圾内容管道 结果因为常见的AI错误而被识破 这个故事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不过也让我们看到了AI在网络安全中的双刃间效应 OpenAI强调 虽然这些影响力行动的实际效果有限 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证明 这类行动可能在未来突然爆发 带来巨大的影响 Nemo还指出 可能还有一些影响力行动 在使用其他未知的AI工具 这真是让人忧心 不过好消息是 OpenAI正与行业同行分享威胁指标 希望能共同提高检测这类行动的能力 这次的Boss Gao只是个开始 他们计划在未来分享更多的发现 除了揭露影响力行动 OpenAI还在其他方面持续努力 OpenAI的首席科技官穆拉蒂 在新加坡的亚洲科技会展上 强调了AI安全的重要性 他认为 各大AI企业应该在安全性上展开竞争 而不是走捷径 这样的竞争 有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也能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 这么看来 AI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竞争 更是一种价值 观和责任感的体现 说到网路安全 美国联邦调查局也不甘示弱 他们最近拆除了 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僵尸网路 这个网路可是覆盖了190多个国家 涉及到1900万台受感染的计算机 这些僵尸电脑被黑客用来进行各种犯罪活动 包括金融欺诈 身份盗窃和访问儿童剥削材料 更惊人的是 这个僵尸网路还与美国的Lutes13000多个IP地址有关 FBI这次的行动真的是雷霆万军 希望能有效遏制网路犯罪的献诀 在这次行动中 一名中国公民王某在新加坡被捕 他被指控部署恶意软体 并运移民为911S5的住宅代理服务 新加坡当局在美国的引渡要求下进行了逮捕行动 这次跨国合作显示了国际社会在打击网路犯罪方面的决心 FBI和国际合作伙伴还在新加坡和泰国执行了多项搜查令 查获了包括奢侈品和加密货币在内的大量资产 这次行动的代号叫隧道老鼠行动 真的是名副其实把这些藏在暗处的网路犯罪分子一个个救了出来 总的来说 无论是OpenAI的报告还是FBI的行动 都显示了技术与法律在维护网路安全方面的巨大潜力 我们应该对这些进展感到欣慰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毕竟网路犯罪和虚假信息的威胁依然存在 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和应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OpenAI OpenAI是一家人工智慧研究实验室 由Elon Musk、Sam Altman等人在2015年共同创立 其使命是确保人工智慧造福全人类 OpenAI以开发先进的AI技术而闻名 包括声称性预训练变换模型和DAL-E 能够声称文本和图像 OpenAI作为一家非盈利性组织 后来成立了盈利性子公司 以吸引更多投资 该组织在AI、安全和道德方面 也投入大量研究 推动透明和负责任的技术应用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是一种计算机科学领域 致力于开发 能够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慧的任务的系统 这些任务包括但不限于视觉感知 语音识别、决策和语言翻译 AI技术分为狭义、专用人物和广义AI 具备通用智能 AI的发展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浪潮 包括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兴起 使得计算机能够从数据中学习 并改进其性能 影响力网络 影响力网络 通常指的是一种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用于研究和理解个体或群体在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 影响力网络可以用于市场营销、政治运动、公共卫生等领域 通过分析节点、个体或实体和边、关系或互动 识别关键影响者和传播路径 利用影响力网络分析 可以优化信息传播策略 提高消息的覆盖率和传播效率 僵尸计算机 僵尸计算机是指被恶意软件感染并被远程控制的计算机 通常由攻击者用来执行各种恶意活动 如发送垃圾邮件、发动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窃取数据等 僵尸网络是由大量僵尸计算机构成的网络 攻击者通过这些网络进行大规模恶意活动 预防和检测僵尸计算机是网络安全的重要课题 设计杀毒软件、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等多种工具和技术 现在,我们开始六度辩论环节 楚天书说 哈哈,OpenAI这次可真是大显身手啊 切断了五个国家的秘密影响行动 这可不是小事一桩 特别是能够识别和防御AI生成的虚假信息 这简直就是情报界的黑科技啊 谢琪琪说 楚天书,你真是太天真了 这些影响行动的覆盖面都没有显著增加 搞半天不就是闹了各大乌龙 再说了 OpenAI自己也承认 还有很多他们不知道的行动 这就像抓老鼠 抓到一只就以为没老鼠了 其实墙角还有一窝呢 楚天书说 哇,谢琪琪,你这么有件的 那你要不要告诉我 没有OpenAI的这些举措 那些老鼠是不是更猖狂 别忘了,影响行动可不是今天才有 早在冷战时期 苏联就有专门的假信息部门嘛 技术在进步 防御手段也要跟上啊 谢琪琪说 楚天书,你这话说得好像 OpenAI是救世主一样 别忘了,这家公司本身也在用AI 说不定哪天它的技术 又被别人用来搞影响行动呢 这就像魔戒里的魔戒 谁带伤谁就变成恶魔了 与其依赖OpenAI 还不如提高公众的媒体识别能力 别老是靠技术头脑发热 楚天书说 谢琪琪,你这比喻也太戏剧化了吧 虽然技术有两面性 但不能因为可能会被滥用就不发展 就像核能一样 可以用来发电 也可以用来制造武器 我们需要的是合适的监管 来确保技术被正确使用 OpenAI的报告也是为了 让更多人参与防范工作 而不是自己当警察 谢琪琪说 楚天书,你说得倒简单 可是历史上那么多监管失败的例子 你忘了吗 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不就是因为监管不利才爆发的吗 我们怎么能确保 这次OpenAI的监管不会走老路 与其指望技术自律 不如让公众有更强的免疫力 这才是根本之策啊 楚天书说 谢琪琪,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监管确实有风险 但这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 OpenAI的这些举措至少是个良好的开端 而且它们也在和其他行业同行共享威胁指标 这是一个全球合作的问题 不是单打独斗 而且提高公众识别能力和技术防御是可以并行不备的 这不是你死我活的选择题 谢琪琪说 爱,楚天书,你这话听着挺安慰人 但实际上技术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还记得黑镜里的那些反乌托邦场景吗 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 有时候人类的道德和法律跟不上 与其寄希望于技术的自我监管 不如多花点时间在教育和提高公众的媒体素养上 这才是长久之计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实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LukeDudet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消息养 消息养 消息养